之前有中環人被捕那件事 那麼多片看到 果然他就是串嘴 總之跟警察鎮扎 警察首先趕他們走 叫他們快點走 有些人就說 我上班 我下班而已 我下班走過 慢慢走 然後拼嘴 大家鬧之間 警察開始說 你死蟑螂死蟑螂死垃圾 那些中環人 有個中環的男人 就是反擊 就是 垃圾我份量高於你處長 高於你處長 重複幾次 就刺激起那些偽進仔 走啊 死蟑螂 走啊 死蟑螂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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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所謂垃圾 死蟑螂 死蟑螂 人工多為主長 那是 沒分辭 博企吧,表演 中環從來都不屬於你 不屬於你 死蟑螂 你死蟑螂 你又過了 I've worked here 我剛剛才過了 你還活了 你給我 你給我 付錢 你要放給錢 回個城內 走了 最後也罵到 中環從來不屬於你們這些低下階層 你們這些低層不屬於你們 其實說這些東西是挑起了那些根 後來最後再屌下老母 終於就爆發了 就去拉丟她 基本上這樣 其實我是想忍生再說 那些上班的問題 我一直說 十六個字的精神當中就有準時上班 那我詳細說 你上班就這樣說 當然有十萬種原因 為什麼你這麼在乎上班呢? 喜歡上班的人 真的當你是興趣的 相信在香港來說 更多的是為了錢 為了錢、為了賺錢 例如有些是真的手停口停的 真的你沒有了工作 養妻活兒是很嚴重的 也有些是正在供樓 銀行不會給你空間 你去休息吧 是拿到你盡 也有些純粹是自私 不關自己的事 那我當然是 我賺錢還要 錢、錢、錢、錢 也有些根本是手材勞性格 看著這些錢 是很開心的 那也是很多種因素 很多種因素 你還未足以說服到他 有些東西是比上班重要的 譬如你叫他這樣做什麼 他都是星期六日跟你走一走 下午幫你走一走 OK 他目前見過狀況 還未壞到那個程度 我始終都是這樣說 就是缺乏一種 預視能力 預知能力 你只是見步行步 目前狀況未壞到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很巧妙的一件事 他一天未見到 沉到他那一格 他又覺得 他會有少少付出 但是你又不可以叫他太大付出 那種 現在整個局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先都是顧著自己 人之常情 所以基本上是沒得搞的 但是我想說 我也想挑戰一下 這些香港的核心價值 以及Believe System 即是 為什麼我經常強調 你的靈性能力 不是聽開的那些 我在這裡簡單講一下 因為你真正感知天命 天意 你才會了解到 你的人生在世 你的靈魂來到這個地球 來到這個香港 或者怎樣 是為了什麼 你人生目的是什麼 你為了什麼 你來這個世界是為了什麼 除了成立一個家庭 做一個平凡人之外 你會不會有任務呢 有沒有想過這些 當然不是適用於每一個人 但是 怎麼會是靈魂的靈魂 就是這樣 你會知道 自己人生 任何在哪裡 你的 purpose 在哪裡 然後你去做那件事 全程投入做 你自然會 很自發性想做 你現在叫我 有時候去 不做 我都有點不自在 我會知道 因為我現在是很有目的性 我知道我在做什麼 是吧 變成我會全程投入去做 甚至乎 錢方面 我不會太過著緊 因為 你發覺 當你走到這條道路的時候 那些資源 是會有水道渠成的效果 你不是再刻意為了錢 我是為了去完成一件事 問你在做什麼 你說我是會計師 那其實不是的 那真的是你的職業 你真正做的事 應該就是在說 我是希望通過這些 去完成了什麼 是吧 那變成 就是 上班賺食 和你完成人生的任務 當然是兩件事 那 那 你真的要開放心 聽我說 是吧 如果你走 完成人生的任務 知道 天命天義的話 那很多東西 就會來自你 即是 你到時 你想承受這件事 你突然間需要一些錢 那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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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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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錢還未到位 可能就是 還未到時候 還未到時候 那所以 就是 是截然不同的人生 我正在說 那所以呢 可能有些人不明白 那你的靈魂靈魂有什麼用呢 你叫那些人 如果集體覺醒了 集體有這種 預知能力也好 或者是 你知道自己人生任務最重要 而一起去做的時候 你就可以基本上 真是交給天 自然很多東西 會水到渠成 而這麼多高手 不謀而合去做事 真正自發性去做 甚至乎 大家不需要有connection 大家不需要真的說 寫個計劃 你做什麼 我做什麼 未必需要 甚至乎 只要你一起去 做上天 委派給你的任務 講白一點就是 那自然你就 何愁大事不成 整個地方反轉 他都還可以 即是說 如果只有我一個 軒圓乾淨 做的當然有限 但是如果我有幸 可以喚醒到 更多的 特別的年輕人 因為他們就是 入世未深 還有 即是比較 塑造性 可造性是強 那麼 如果你走 我們維多利亞人的路 即是你可以說 是一班超能力人 不是一個 到時是一千個 一萬個 十萬個 有超能力的人類 那你基本上 就是做什麼都行 亦都是雲雲的 這些KOL當中 我是看到 是 蕭若元最接近 這一種 他是 完成他一些人生的任務 但是 同時呢 同時 他有很多現實的掣肘 他特別在就是這樣 即是令到他 可能他很想說一下歷史 什麼都好 說一下 但是 即是 現實中的 種種掣肘 令到他有些事情 是 不能暢所欲言之餘 即是 即是 你明白我的意思 總之 有些遺心話 他又要說 那種 那種 所以我想 我估計 他內心 有時候都有些掙扎 但是 我們